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内入大气层过程中燃烧 所以研究员要依赖模仪测试方式 找出推进器哪里出错 星制客机是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挨抛 自动脱离国际太空站回航 美国传媒报道 今次星制客机降落表现 也会影响波音未来计划 包括美国太空总署 会否要求星制客机再次试飞 以及考虑认同星制客机可以定期飞行 路透社分析说 波音因为调查飞船故障问题 已经花费了1.25亿美元 折合近10亿港元 而整个星制客机计划 由2016年起已经耗资16亿美元 相当于124亿港元 星制客机在6月初 搭载两名美国太空人 威尔·莫尔和威廉斯星空 原定在8日后翻回地球 但由于星制客机推进器故障 同出现海气外洩 令返航日期一再押后 美国太空总署认为 星制客机接载两名太空人 返回地球太危险 安排改游SpaceX龙飞船 明年2月将两人带回地球 意味着两名太空人 将阻留太空8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梁竹卫报导 稍后回来会有时事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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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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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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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